因为突发灵异事件的缘故 这家客机并没有选择飞往J市 而是按照上面的命令选择在一片无人的居住的旷野上空盘旋 直到事件结束 亦或者是燃油耗尽为止 而此刻客舱里 灵异的入侵那些乘客还恍然不知 谁也不会想到这大白天的 飞机上居然会有闹鬼的事情发生 但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来到的 光线昏暗的客舱里 一百多位乘客非常安逸的坐在位置上 尽管飞机在高空飞行 但却非常的安静 没有噪音 也没有颠簸 这种环境下 昏昏欲睡的人占了大多数 就算是有些乘客不愿意睡 也会忍不住小气一会儿 让乘飞机前往J市 因为登机前吃多了东西的缘故 他现在感觉有些口渴 想呼叫空姐送瓶水过来 可是他巡视了好几圈发现 整个机舱里一位值班的空姐都没有 甚至是他连续按了好几下呼叫器 却始终没有人回应 怎么回事 周浩微微探出身子 前后看了看 他发现前后机舱前后的过道门 居然全部处于关闭状态 除了其他的乘客之外 一位客机上的工作人员都看不见 安静的环境下 他不好随意大声呼喊 只得站了起来 接着上厕所的借口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他才刚刚站起来 一位穿着制服的空井就立刻走了过来 这位乘客 还请你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好 王东非常严肃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维持着客舱内的秩序 周浩道 我就上个厕所 王东却道 现在不允许 还希望你忍一忍 可是我很急 周浩越发觉得不对劲了 王东继续道 再急也不行 现在飞机上发生了一点特殊状况 我们的人正在处理 还希望你配合 发生了特殊状况 当即 这位叫周浩的乘客脸色一变 一时间他脑海里想到了很多个可能 劫机 飞机故障 有炸弹 发生什么事情了 周浩好奇问道 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我们会处理好的 你放心好了 这段时间内还希望你保持安静 并待在自己的座位上 配合我们的工作 谢谢 王东非常认真道 周浩心中疑惑 但只得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王东安抚了这位乘客之后 就继续巡逻 只要他在这里 以他这空井的身份还是能够维持这正常的秩序 如果他消失 亦或者是躲起来了 反而会引起莫名的恐慌 不过 随着这种诡异的征兆已经出现了 王东尽管脸上很平静 但行走在这昏暗的走道里心中也很不安 甚至浑身都忍不住紧绷起来 之前杨坚的话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惧 鬼 可能就是这其中的某个乘客 这句话 让王东每次路过一位乘客身边的时候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希望不会出什么事吧 王东心中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同时寄希望于那个杨坚 这种事情应该只有他能处理 毕竟上面那么信任这位杨坚 就在他巡逻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刚才那位叫周浩的男乘客 在坐下之后心中却是越发的惊疑不定了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从这飞机上的气氛来看 似乎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正在发生 脑海里想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同时 也忍不住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希望能确定一下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周浩他东张西望的时候 前面的一个乘客突然引起的他注意 那位乘客坐在他前面三排靠窗的位置 因为座位的问题 他只能看到那位乘客半个后脑勺出现在视线之中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并不奇怪 因为前排的每一位乘客都是这样的 但让周浩奇怪的是那位乘客的后脑勺上却趴着一只手掌 那手掌惨白没有血色 上面斑斑点点 青一块 紫一块 像是一只死人的手掌 不过乍看之下他并没有联想到那么多 只是随意瞥了一眼之后就想收回目光 然而下一刻 周浩却看见那位乘客缓缓地抬起了胳膊 伸出了手掌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并且缓缓地转动了脑袋 这一瞬间 让他眸子猛然一缩 汗毛直立 心中一股恐惧涌了出来 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冻僵式的 整个人都惊住了 因为 前面那个乘客的旁边位置是空的 根本就没有人坐 也就是说 那位乘客抬起两条两只手摁住自己脸颊的时候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第三只手 那么 放在那个乘客脑后的手掌会是谁的 鬼 几乎下意识 一个只在故事之中出现的东西占据了周浩脑袋里的所有思想 意识到这点之后 顿时恐惧再次喷涌而出 周浩身体仿佛失去了知觉 没有任何的行为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前面第三排那个靠窗的后脑勺 他想要出声提醒 却嘴巴张了张始终没有动静 同时 周浩心中也恐惧地想到 为什么一只手掌趴在自己的脑袋后面 那个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是不等他继续多想 前面那个后脑勺却缓缓继续转动了起来 一开始脑袋是朝向正前面 但此刻却是朝向了右边窗户的位置 90度的话应该是一个人脖子的极限了 但那个后脑勺却仿佛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转动着 卡 卡提拉 周浩甚至听到了那一声声轻微的颈鼓断裂的声音 那个露出半个后脑勺的乘客脑袋还在转动着 而且似乎还是自己摁住自己的脸庞 转动起来的 这 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 很快 脑袋转了足足半圈 周浩看见那个后脑勺已经变成了半个额头 额头上露出了四根五根惨白的手指 天啊 这个人的正脸上还趴着另外一只手掌 这一刻 周浩几乎要崩溃了 他想要惊恐的尖叫 可是极度的恐惧之下身体却始终不听使唤 咔擦 咔擦 脖子因为过度的扭曲而导致骨头破裂的声音依然响起 虽然很细微 但却依然回荡在周围 前面 后面的乘客仿佛没有注意到一样 对这点动静毫无察觉 后脑勺再次出现在了周浩的实现之中 那个脑袋已经转了足足一圈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 绝对已经是死了 但那个乘客却仿佛没事一样 依然抬起胳膊伸出手掌按住自己的脸颊 还在继续转着第二圈 那一双惨白 带着浴青 尸斑的手掌依然覆盖在那里 一前一后 配合着乘客的双手扭曲着他的脖子 整个过程没有惨叫 没有哀嚎 甚至看不到一点挣扎的过程 脖子就这样转着 周浩就这样吓傻了似的这样看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 那脖子到底转动了几圈他不知道 也没有数 只知道最后脖子因为过度的扭曲而拉得有点长了 导致那个乘客的脑袋逐渐的从座位下升高 并且一点点的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那是一位中年男子的脸 此刻脸色发黑 发紫 比死人脸还要难看 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阿提尔德 终于 周浩的一切恐惧爆发了 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般的崩溃尖叫 整个人发疯似的连滚带爬的往后逃去 这一声尖叫 让客舱里的所有人齐刷刷的往这边看来 一些熟睡的人也被惊醒了 坐在头等舱里的杨坚听到这个声音脸色如常 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 鬼开始杀人了 来iqu 얘기를 salute 张卡 哈 啥 银 摇 这一투